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了第六章的第二节 那这一节呢也是整个第六章 它涉及到分值最高的一节 每年差不多考到六分 虽然说它分值很高啊 但是它涉及到的篇幅实在是太长了 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把第一个 第一个没有说完 说了一部分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前四个说一下 然后剩下的呢 还得去转成录播的形式 就前四个那PPT就100页了 相比我们之前的内容 就已经多了30页了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种合同 第一种合同是施工承包合同 这个承包合同 它是由发包方和施工总承包方所签的合同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对于签合同的甲乙双方 他们的责任义务分别是什么 那我们先说发包方的责任义务 大家可以先来考虑一下 在施工承包合同 在这个合同当中 这个发包方 它的责任义务 其实主要就是要为承包人提供一系列的方便 我该提供图纸提供图纸 该提供场地提供场地 该下达指令 就下达指令 该给钱给钱 该去办理一些证件呀 批件呀赶紧去办理 是吧 所以发包方 它的责任义务 其实就是要为承包人 提供一系列的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发包方 它的责任义务之一 就是图纸的提供和交底 那么在这里呢 要求大家掌握一下 关于提供图纸 涉及到的一个时间 你看啊 发包人最迟 不得晚于开工日期前14天 向承包人区提供图纸 不得晚于开工日期之前 14天之前 比如说 这个是开工日期 开工日期前 这是14天 前14天 在这一天之前 你最好是要提供相应的图纸 好 这是提供图纸 看第二个 对于化石文物的保护 如果说在施工过程当中 预见了一些化石 预见了一些文物的话 那么保护的这个钱 应该由谁来出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发包人 监理人 和承包人 他们三个 都应该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 对施工过程当中 发现的一些化石啊 文物啊 采取妥善的保护的措施 并且是由发包人去承担 由此增加的费用 或者是延误的工期 在这里要注意 关于化石和文物的保护 涉及到的费用也好 工期的延长也好 都是要由发包人去承担的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出入现场的一些权利 那么这些权利 必须是有事先 由发包人要去办理好的吧 你看 发包人负责取得 出入施工现场 所需要的批准的手续 或者全部的权利 发包人去负责取得这些权利 以及取得因施工所需 修建的道路啊 桥梁 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权利 并且应该承担 相应的手续费用和建设费用 同样 出入现场的这些权利 涉及到的钱的话 那么同样还是由发包人 去承担相应的费用 所以这些 你看他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只需注意这些标题 就完全可以应付考试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有十好几条了 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说的是场外交通 第五个说的是场内交通 其实不管是场外交通 还是场内交通 都是由发包人去承担 相关的一些费用 先看场外的 发包人应提供 场外交通设施的 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 场外交通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 这个限高 它的一些技术参数 具体要求条件 那么必须要提供给施工方 然后场外交通设施 无法满足 工程施工需要的话 同样是由发包人负责 去完善 并且承担相的费用 再看场内的 发包人应提供 场内交通设施的 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 因承包人原因 造成上述道路 或交通设施损坏的话 注意 承包人的原因 造成了一些设施的损坏 那么承包人要去负责修复 并且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 那就是 谁的责任造成的损坏 谁就去承担他的责任呗 对吧 好 这是关于场外交通和场内交通 整体上都是由发包人去承担 相应的一些费用啊 或者是要向承包人去提供 相关的一些技术参数 或者是具体条件 好 这是第五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发包人还得去办理相关的一些许可 或者批准 看一下整个这段话 发包人办理的许可批准 包括 但不限于 就包括很多 不仅仅是这些 有哪些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发包人去办理的吧 用地规划许可证 工程规划许可证 施工许可证 还有 施工所需要的临时用水 临时用电 中断道路交通 临时占用土地等等 许可和批准 这些通通都是有发包人去办理的 再往下 发包人应协助承包人去办理 法律规定的有关施工的证件和批减 比如说 夜间施工许可证 我们由于公益的要求 我们需要连续作业了 而且噪音还很大的话 像夜间施工许可证 这个也是有发包人应该协助 承包人去办理的 在这里要注意 是协助他去办理 而不是代替他去办理 你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跟上我的思路 我们今天内容挺多 虽然说内容多 但是这些内容我相信 只要你跟上我的思路 你跟着我走一遍 就都能掌握了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然后再往下 因发包人原因 未能及时办理完毕的话 谁的原因 发包人原因 未能及时办理完毕 由发包人承担 因此增加的费用 或延误的工期 并且支付承包人 合理的利润 好 这是第六个了 后面还有第七 提供施工现场 第八 提供施工条件 我们先看第七个 提供施工现场 发包人应最迟于开工日期 七天前向承包人移交 施工现场 好 在这里又提到了一个时间 是开工日期七天前 那前面我们是不是提到了一个 开工日期十四天前呀 第一条提到的吧 这个十四天前说的是 是提供什么来着 还有印象吗 管理变化不大 对 提供图纸 提供图纸是在开工日期 十四天前去提供 提供施工现场 移交施工现场 是在开工日期七天前 向承包人去提供 好 我们再看第八个 提供施工的条件 那比如说 将施工用水用电 通信 等等施工所必须的条件 接至施工现场内 这个也是发包人的事 保证向承包人提供 正常施工所需要的 进入施工现场的一些交通条件 发包人提供 协助处理 施工现场周边 地下滚线和临近建筑物 构置物 古墓 明墓的保护工作 并且承担相关的费用 发包人去承担 发包人去协调 好 很明显能够发现 这肯定不是承包人的事 对吧 好 再往下 第九个 发包人还要提供基础资料 看一下啊 发包人 应当在移交施工现场前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 及工程所必须的地下管线的资料 像什么气象资料 水文观测资料 地质勘察资料 临近建筑物 构置物和地下工程 等有关的基础资料 在开工之前 确切一点说 是在移交施工现场之前 发包人要把这些资料 都要提供给承包人 并且呢 要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这个虽然说他说了这么多 但是我们只需要记这么一个 理解这么一个标题就行了 发包人 你要向承包人去提供基础性资料 好 第十个 资金来源证明或支付担保 你看 发包人应在收到 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书面通知后的 28天内 我再重新说一遍 这个这个复合就是很长啊 发包人在收到 要求提供资金来源证明的 书面通知后的28天内 就是发包人收到了 承包人要求你提供 这个资源证明的书面通知后的28天内 然后向承包人去提供 能够支付合同价款的资金来源证明 你收到了这个书面通知之后的28天内 你要把相关的证明提供给承包人 然后再往后 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 你看啊 发包人如果说要求承包人去提供履约担保的话 那么发包人你应当向承包人去提供支付担保 就是我 你要求我履约 那么我就可以要求你提供支付担保啊 这是互相的啊 互相约束啊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第十一个 支付合同价款 给钱了啊 发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 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加款 废话 这个这个几乎没什么可靠的 然后再看第十二个 组织竣工验收 谁去组织竣工验收啊 一说竣工验收肯定是 发包人 业主建设单位 你看 发包人应当合同预定 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第四章我们就学过了 再往下看 现场统一管理协议 你看 现场统一管理的协议 在这协议里面 我们看一下 发包人应与承包人签订 施工现场统一管理协议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发承包双方要签 这么一个现场统一管理的协议 在这个协议当中 必须要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好 说完了 所以关于刚才呀 我们关于这个发包人 他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我们一共说了13点 我们再来整体看一下 这些标题 发包人都要干什么事呢 提供图纸 对化石文物情保护 对化石文物保护那个钱 发包人出 取得出入现场的权利 什么涉及到场外交通 场内交通一些具体的条件要求 都要提供给承包人 相关的一些许可和批准 发包人去办理 提供施工现场 关于这个提供施工现场 和提供图纸证 涉及了两个时间 提供图纸证 涉及到的是开工前 14天 提供施工现场呢 开工前7天 好 这个开工日期 7天前 开工日期14天前 还有呢 提供施工条件 提供基础性资料 还有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 以及支付担保 还有什么要及时给钱 嗯 还有他这个发包人 还得组织竞工现场 最后呢 双方 关于一些现场管理的一些协议 还得去签署一下 好 这都是发包人 他的一个责任义务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对比着 你来看一下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刚刚我们讲的是发包人的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承包人 关于这一部分 他怎么考啊 考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发承包双方 责任义务都给你混到一起 然后让你区分 问 以下属于发包人的责任义务有哪些 或者是以下属于承包人的责任义务又有哪些 所以在这里呢 需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把它们给区分开 嗯 好 看一下第六个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第一 我先整体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其实就是 你要保质保量的 把活给他干好就行了 并且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呢 不得影响其他的分包人 不得影响其他的参与方 对吧 而且呢 你还得必须要保证你的人员的安全 是不是 你还得给你的人去买保险 就是这么点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办理法律规定的应由承包人去办理的许可和批准 嗯 然后呢 并且呢 将办理结果书面报送给发包人进行留存 安全生产许可证 啊 比如说 是的吧 这是由承包人去办理的吧 然后再看第二个 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完成工程 并且在保修期内要承担保修的义务 保修期内你要去承担义务 第三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 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 因为你要去进行施工的 所以你必须要采取施工跟安全有关的 还有环保相关的一些措施 并且要去为你的工人去办理工商保险 工商保险是强制性险 确保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 很好理解的吧 再往下 按照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的要求 要去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这个施工组织设计肯定是由施工总成包方 它去编的 还有呢 施工措施计划 并且要对所有的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的可靠性 进行负责 因为整体上这个施工的作业都是你们做的 所以你必须要为你作业和方法的完备性 安全可靠性要负责 好 很好理解 再往下 第五个 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 不得侵害发包人和他人 你看 你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的时候 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人 使用公共的道路啊 水源啊 市政管网啊 等公共设施的权利 你不能影响别人 避免对临近公共设施产生干扰 再往后 承包人占用或者使用他人的施工场地了 我占用了或者使用其他人的场地了 影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话 那么承包人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就是你老老实在这干会就好了呀 你为什么要去影响别人呢 如果你影响到了你要给钱 就这么简单 好 第六个 按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 工作啊 负责施工场地或是周边的生态保护工作 就是要进行环保啊 不能由于我们在这施工对于外界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啊 好 第七 按约定采取施工安全措施 确保工人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 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的损失 不能由于我们施工呢 给人员或是设备啊 或是谁谁谁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第八个 应及时支付其雇佣人员的工资 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就是及时要给钱 你不要去拖欠 第九 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 施工总成包方 你要去编制竣工资料 完成竣工资料 立卷和归档 并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 他的竣工资料的套数啊 按照你们合同条款约定的套数 内容时间要移交给发包人 然后最后其他义务 好 这十个说的是承包人的义务 前面十三个说的是发包人的义务 前面十三个 这十个二十三个一定要区分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看一下啊 发包人的责任和义务 最迟于开工日期 十四天前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这个你可以先不用记 这个在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在刚刚我们讲发承包的责任 又这里还没提到这句话 其实这个是错的 是多长时间了 七天 一会我们会强调到这个 然后第二个 应按照约定向承包人免费提供图纸 正确啊 按约定去提供啊 第三 提供场外交通设施的技术参数和技术 具体条件 场外交通的技术参数和具体条件 正确啊 提供三通一平的施工条件 正确 提供正常施工所需的 出入施工现场的交通条件 正确 所以这到底唯一的一个错的权则 A 唯一的是A 而这个A呢 我们一会还会讲到 他说的是什么时候发出开工通知 对吧 而在刚刚我们讲 发承包双方 他们责任义务的时候 在发包人这里 涉及到了两个时间 一个是开工 开工日期 14天前 一个是开工日期 7天前 那这两个分别指的是 哪两个 干什么事来着 14天前我们是干什么 提供的是什么 14天前是提供的是图纸 7天前是 是移交 施工场地 对吧 而这个 开工通知 发出开工通知 这个还没讲到呢 这个要提选 BC第一 好 再往下 根据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 发包人责任的 责任和义务 发包人的 又是发包人的 办理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工商保险 谁干活 谁给自己的人去办理保险 这个是承包人的 提供场外 招动条件 正确 负责施工场地 周边的环境保护 谁干活 谁保护啊 所以承包人去保护 那么这道题 正确答案选择 AB和D选项 好 同样 发包人的责任和义务 A 对施工现场发掘的 文物古迹 采取妥善保护的措施 正确 负责完善 无法满足施工需求的 场外交通设施 对啊 场外交通设施 没有办法满足 我们施工的需求了 发包人花钱 去办 去满足 按照承包人 实际需要的数量 免费提供图纸吗 这个不太对啊 这个承包人 他可能实际需要的 图纸的套数有很多 他可能还要进行分包 还得给这个分包人 所以这个不能说按照他实际需求 按什么呢 按照合同约定的套数 所以这个啊 如果说你之前打印了讲义的话 这个C选项可能是选上了 你把它删掉 然后我们看第四个 无条件向承包人提供银行保函形式的支付担保 大家想一想 回想一下 他这个支付担保是无条件的给到承包人的吗 是不是他会要求承包人提供一个履约担保 你要你要求人家提供履约担保的同时 你应该向承包人提供一个支付担保的吧 他说无条件 错 看一 最迟于开工日期七天内向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 看一下按 这个是开工日期 我们说移交施工现场是七天前 七天前 他这个说的是最迟于开工日期七天内 什么叫七天内呀 开工日期七天内 这个是七天 他说的是这个时间 是不是不太对呀 你应该是七天前吧 不是七天内吧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A和B跟上了吗 这个题你看18年考到的 就这么一个字 好 选A和B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同样发包人的工作 A 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的 进入施工现场的交通条件 正确 保证承包人员 施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保证承包人 施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这是承包人的事 谁的人谁去管呀 发包人不管啊 依据有关法律 办理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正确 负责对指定分包的管理 并对分包放的行为负责 谁对指定分包进行管理啊 承包人 施工总包 对指定分包进行管理 我再次强调 法规里面可能不会设计指定分包 因为我们国家不允许 但是管理这边教材 它是按照国际的原理来说的 国际上允许 所以我们这允许 看一 向承包人提供施工现场的地址 勘查资料 关于地址勘查资料 这正确 确实 所以选ACE 好 再往下 处置用合同条款利用约定外 发包人应最迟与开工日期 多长时间前去移交施工现场呢 移交施工现场 7天 给图纸 14天 所以这道题选择A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七个 刚刚我们讲了5和6 5呢 讲的是发包人的责任义务 6呢 讲的是承包人的义务 接下来我们讲7 7说的是进度控制的主要条款 7讲的是进度控制 一会儿我们讲8 8讲的是质量控制 9讲的是费用控制 我们先说进度控制 第一个 施工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的编制 在这里我们就掌握这么一句话就可以了 如果你上周打的讲义 那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废话啊 在这里我们给他提炼一下 就掌握什么呢 施工进度计划要经发包人批准之后 你再去实施 这个进度计划不是说我编完 我就可以直接用的 你得拿给发包人去批准 批准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实施 好 看第二个 施工进度计划的修订 当然当我们的实际的进度 与最初的计划不匹配了 那我们肯定要对这个进度计划进行修订的吧 你看啊 当施工进度计划 不符合合同要求 或者与工程实际的进度不一致的话 那么承包人应向监理人提交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 当我们这个进度计划 与实际或是与我们约定不相符了 我们要重新去修订 然后承包人呢 你要向监理人去提交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 由监理人报送给发包人 监理给发包人 发包人和监理人应在收到修订的施工进度计划后 七天内完成审核 审批或者提出修改建议 他们双方收到之后 七天内去提建议 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的确认 你看啊 这句话挺有意思的 看好啊 我再说一遍 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的确认 我虽然是对你认可了 但是不能减轻或免除 承包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 应当承担的任何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说啊 我认可了你提出来的 你修订好的进度计划 但是不免除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进度计划 它本身有问题的话 虽然说我认可了 但是这个这个进度计划 还是出自于你手吧 还是你编的吧 虽然我认可了 但是也不免除 也不能减轻承包人 你应该承担的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懂了吧 好 再往后 开工通知 这个就开始涉及到前面那道题 我们那个A选项 涉及到那个时间了 来看一下 开工通知 建立人应在计划开工日期7天前 向承包人发出开工通知 前面我说那道题 那个A选项 它说的是14天前 对吧 所以那个A就错了吗 注意 什么时候发出开工通知啊 是计划开工日期7天前去发出 7天啊 然后除专用合同条款令 有约定外 因发包人原因 谁的原因 发包人原因 造成监理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 至起90天内 发出开工通知的话 那么承包人有权提出合同 价格的调整 或者是解除合同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因发包人原因 造成监理人 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 至起90天内 发出开工通知 你想啊 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开工日期 90天呀 90天呀 在这么长时间内 你都一直没有发出开工通知的话 那么承包人有权提出价格 调整 或者是解除合同 然后发包人承担 因为是你的原因造成的嘛 所以发包人承担 由此增加的费用 或者延长的工期 并且支付合理的利润 能理解吗 永远是那句话 谁的责任造成了 谁就应该去承担你的责任 好 再往下 工期延误 刚刚我们讲的扩号一是什么 扩号一讲的是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的编制啊 或是修订啊 讲了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工期的延误 那只要一提到工期延误 那责任就有很多了 可能是发包人的原因造成的延误 可能是承包人的原因造成的延误 我们分别来看 先看第一个 发包人的原因导致了工期延误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 发包人原因的 肯定是发包人未能怎样 发包人未能怎样 发包人提供的东西错了 他未能他未能 多好多好理解啊 我们看啊 先看这句话 下来情况导致工期延误 或费用增加的 由发包人承担 有此延误的工期 或者增加的费用 且发包人要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那么哪些情形啊 你看第一个 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图值 或者是提供图值 不符合合同要求 他的错吧 第二个 发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 提供场地 施工条件 基础资料 许可批准 等等开工条件 就是发包人 你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去干这些事 你的错 我损失了 我就可以索赔 发包人提供的测量基准点啊 基准线 实准点 机器书面资料存在错误 你给我的资料 你必须要保证真实完整准确 结果错了 你要承担责任 发包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 至起7天内同意下达开工通知书 这个好 这个第四个特别容易出题 我们再来看一遍啊 再看一遍 发包人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 至起7天内同意下达开工通知的 你看啊 这个是计划开工日期 计划开工 前面我们刚刚讲完 我给你往前翻一遍啊 刚刚讲完 什么时候发出开工通知 监理人你应该在计划开工日期 7天前向承包人去发出开工通知吧 也就是说理论上 理论上这个是计划开工日期 你要在这个的7天 7天前去发出开工通知 那什么情况下 算作发包人导致工期延误呢 你看啊 发包人未能在计划开工之日起7天内 下达开工通知的 也就是说在这儿 超过了这一天再往后 你还没有下达开工通知 那么就算你违约了 嗯 是算作是发包人的原因导致工期延误了 那这种情况下 承包人就可以索赔了 明白不 这两个7你要整明白他 你要弄明白他 一个7 是在计划开工日期 7天前 一个呢 是计划开工日期 7 7天内 能离止他吗 可以是吧 好继续 你要理解啊 这里容易出题 一会儿我们就可能看到 某一年真题这里考到了 我们再看第五个 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 支付工程预付款的话 你应该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日期 去支付预付款 支付进度款 支付结算款 如果你未能按照合同约定 去支付的话 造成一定的影响 造成工期延误了 算发包人的错 再往后 第六个 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 发出指示 批准当文件的 那监理人 他是帮着发包人去干活的 监理人出错了 算发包人的错 第七 其他情形 很明显 这些都是发包人的原因 造成的工期延误 看啊 发包人原因 未按照计划开工日期 开工的话 发包人应按照 实际开工日期 顺延 竣工日期 你晚了几天 你就往后顺延啊 确保实际工期 不低于合同约定的 工期总日理天书 你要是由于发包人原因 我开工日期 往后延了 那么他 你就必须要 让这个承包人 他实际干的工程的天书 你就往后延就行了 那就 就一起往后延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延误 刚刚讲的是发包人的错吧 接下来看承包人的错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 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当中去约定 逾期竣工运约金的计算方法 和逾期竣工运约金的上限 如果说是承包人的原因 要导致工期延误了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 你们俩 发承包双方 必须要在合同当中去约定 去约定 这个逾期竣工的运约金 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呀 或者是我逾期竣工的运约金 我最多要赔给你多少钱呀 这些必须要在合同当中去约定了 这句话容易靠 你看一下 承包人支付逾期竣工运约金后 虽然说承包人 我是确实是逾期了 我延误了 我也给你交了这个运约金了 但是不免除承包人继续完成工程 以及修补缺陷的义务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你给了我运约金了 你这个活就可以不用干了 不是 你给了我运约金了 你活照干 明白的吧 好 再往下 暂停施工 这个暂停施工当然有 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咯 后面还有 什么暂停施工 指示暂停施工 就是监理下的指示呗 还有紧急情况下的暂停施工 我们自己来看啊 发包人原因引起暂停施工的 经承包人同意后 监理人应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 并有发包人去承担有此增加的费用 或承成的工期 并且支付给承包人合理的利润 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谁的原因造成的什么延误啊 暂停施工啊 谁就要去承担下的责任 好 再看下面一个 承包人 因承包人原因引起暂停施工 承包人应承担有此增加的费用 或延长的工期 且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 复工指示后的84天之内 仍为复工的话 视为承包人违约 在这里涉及到了一个天数 承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施工 然后呢 这个监理人呢 也给他下达复工指示了 而且84天内 他还没有复工的话 算承包人违约 这里面有一个84天 好 再往下 指示暂停施工 监理人认为有必要是 经发包人批准后 可向承包人做出暂停施工的指示 这不叫指示暂停施工吗 承包人按照监理人指示暂停施工 就是 监理人下达指令 我遵照执行为 好 再往下 紧急情况下的暂停施工 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时间 这个可能会考到 看一下啊 因紧急情况需暂停施工了 且监理人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 很着急 很紧急 监理人还没来得及下达指示呢 那么承包人 我可以先暂停施工 但是 你必须要及时去通知监理人 监理人在收到通知后的 24小时之内必须要发出指示 否则呢 视为同意 这是针对于紧急情况 太着急了 我可以先暂停施工 然后赶紧 我通知监理人 那监理人收到之后 24小时之内必须要答复 否则视为认可 好 第四提前竣工 提前竣工呢 当然 业主要求我们提前完工的话 业主必须要承担赶工补偿费的吧 你看啊 发包人要求提前竣工的 由此增加的费用 由发包人承担 承包人认为提前竣工指示 无法执行的 你看啊 承包人他认为提前竣工指示 根本就执行不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很累了 每个人就一个人匹成八倍用呢 你再让我提前竣工 那可能实现不了了 所以当承包人认为 提前竣工指示 无法执行的话 那么应向监理人和发包人 提出书面 以发包人和监理人 应在收到以后的 七天内一遇答复 虽然这里也有个时间 但是考的频率比较低 这是在提前竣工 我们再来看一下竣工日期 关于这个进度控制制 内容挺多 我们看这个 工厂竣工验收合格的 你看 这个他其实说的什么 就是哪一天算作竣工日期呢 到底哪一天呀 你看 验收合格的 以提交申请之日 为实际竣工日 这个我们在上几个 给大家说过 验收合格的 是以提交申请之 为实际竣工日 记住了啊 哪一天为实际竣工日 是验收合格 当次提交申请的日子 然后再往后看 如果说是发包人原因 收到申请后 42天没有验收 那我收到了 我就是不验收 那么同样 以提交申请之日 为实际竣工日 再往后 工厂未验收 发包人擅自使用了 我还没验收呢 你就开始使用了 那么以转为 占有之日起 为实际竣工日 这个法规也有 好像实物也有的吧 好 来做题 整个关于进度控制 我们全部说完了 看一下啊 承包人按照 监理人批准的计划 组织施工 但由于进度本 计划本身 由于进度计划 本身存在缺陷 造成供给延务 那么这个责任 应该由谁来承担 前面我们说了 虽然发包人和监理人 批准了你的进度计划 但是不能免除 或是不能减轻 承包人 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呢 进度计划本身存在的问题 谁去承担责任 承包人呀 选B 责任自担正确 再往后 可以顺延工期的情况 可以顺延的 发包人比计划开工日期 晚五天下达开工指令 这个可以顺延吗 前面我们说的是哪一个 这个是计划开工 计划开工日期七天内 在这个七天内 你还不下达开工通知的话 那么可以顺延 但是这个他说的什么呢 比计划开工日期晚五天 这个是计划开工日期晚五天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这个五天是不是在七天内呢呀 在七天内 就不用顺延 这个不用 超出这个七天内 超出再往后就可以顺延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 再往后 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 提供施工场地 可以顺延 发包人提供的测量基准点 存在错误 可以顺延 监理人未按合同约定 发出指示 可以顺延 奋包人 奋包人的错 你不能找业主去承担呀 对吧 你这个承包人 你应该找奋包方呀 所以可以顺延的 BCD 不好意思啊 这是多选 多选 看见五个选项就是多选 五个选项就是多选 好 BCD 没问题吧 然后再往下 第三个 因承包人原因引起暂停施工 承包人在收到监理人 复工指示 84天内 仍未复工的 视为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84天选 好 再往下 因紧急情况需要暂停施工的 且监理人 未及时下达暂停施工指示的 承包人可先暂停施工 并及时通知监理人 监理人在收到之后 24小时之内答复 与其未答复 视为认可 选C 对吧 好 再往下 施工过程当中 工程师就是监理 下达暂停部分工程 而暂停的起因并非承包人违约 或其他意外风险 不是承包人的错 那么承包上可以向业主提出索赔 当然可以了 工期和费用索赔均能成立 都不能成立 一个成立 一个不成立 理论上是都可以成立的 但是如果你们实物要是去算的话 在你们案例体里面要去算的话 你必须要去看一看 你这个工期 就是他延误的时间 有没有超出内向工作 他的总时差吧 就是实物里面 你们的思路 但是在管理里面 既然不是我的错 你造成了我的损失 当然两个我都可以索赔了 好 第八个 刚刚我们讲的是 第七个 刚刚讲的是进度控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质量控制 看第一个 监理人的质量检查和检验 大家一定要跟准了我的思路啊 我今天挺快啊 看好 监理人按照法律法规和发包人授权 对工程的所有部位 及其事故工艺材料和工程设备 进行检查和检验 监理人按照约定 去检查检验 承包人因为监理人的检查检验提供方便 监理人 为此进行的检查检验 不免除或减轻 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 应当承担的责任 还是那句话 监理人 为此进行的检查和检验 比如说 你这个施工这一部分 比如说某个隐蔽工程 你本身存在有问题 存在问题 虽然说监理人 他检查完事了 进行下一步了 那如果监理人 他要负责要求 他要要求复检的话 承包人你必须要配合 那复检结果 如果不符合要求 那承包人你同样 还得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不能说是由于监理人认可的呀 我是不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啊 不能 没那么回事 监理人 为此进行的检查和检验 不能免除或减轻 承包人按合同约定 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好 来 关于隐蔽工程 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一幅图 看一下啊 隐蔽工程 我觉得大家 只要你稍微有点工作经验 这都能知道的吧 你看啊 整体上 结论 我们从这看 结论就有两种 关于隐蔽工程的复检啊 隐蔽工程的复检这 结论就有两种 一个呢是施工单位去承担责任 一个呢是建设单位去承担责任 什么情况下 施工单位去承担责任呀 一个是复检了 不合格 或者是你私自覆盖了 不管复检结果合格还是不合格 最终都是有承包人去承担责任的 而只有一种情况 是建设单位去承担责任 就是你覆盖之前监理来检查了 然后监理要求复检的时候 检查结果是合格的 这种情况下建设单位去承担责任 知道了吗 我们从头看一遍啊 这个墨迹就这么着吧 我们看这 首先施工单位 他还干完活之后呢 先要进行自检 自检要合格 然后呢如果说他对于隐蔽工程 你在覆盖之前必须要通知监理来的吧 所以共同检查前48小时 你要去通知监理 共同检查之前48小时 你要去通知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通知 你私自覆盖了 你没有通知他来检查 你私自覆盖了 那如果监理要求复检的话 不管复检结果合格还是不合格 不管复检结果合格还是不合格 那么责任全部是由承报人来承担 那如果你通知他来了呢 你看啊 你通知他来 结果监理未参加呀 我通知你了吧 你没来那是你的错 反正我是通知你了 你要是没来的话 视为你认可我检查的结果 然后你通知他来 监理没空 他要求延期 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这个监理啊 你应该要提前24小时之前去通知 通知告诉他 我这个我们要延期吧 你要告诉他 你提前24小时去告诉他延期 而且延期不得超过48小时 这是你让他来 他要求延期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求他来 监理就正好 有时间也很好 我就来了 这是这三个都是通知的 然后呢 通知完了之后 可能最后就覆盖了 覆盖之后呢 监理他又觉得好像有问题 他要求复检 那么在复检的时候 复检结果不合格的话 承包人承担责任 复检结果合格的话 发包人就是建设单位去承担责任 好 这是关于隐蔽工程 挺多 真的是挺多 有好多具体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